好,我们今天聊一下要想转型财务BP,首先要打破财务信息孤岛 那么财务BP的这个岗位呢,翻译过来叫财务业务伙伴 那么是将后端的职能部门向财务部和前端的业务部门 如采购、生产、销售进行连接、形成业务合伙人的关系 那么之所以FBP这岗位的形成主要是基于数字时代 是将技能和任务相匹配的法则 那么这个就打破了之前工业时代以部门为边界的岗位设置 那企业有哪些核心的任务呢 那么首先第一个就是O2C,就是order to cash 这个order指的是purchase order to cash,然后收款 第二个就是P2P,我们之前给大家讲过 purchase to pay,从采购到付款 第三个是R2R,从record to report 那么只有R2R这个环节完全是在财务部发生的 其他那两个任务基本上要跨部门协作才能完成 那么为了更好的让大家理解这个流程 我们以SAP为例给大家做一个动态展示 好,我们现在看一下以SAP为例 在SAP ERP的环境下呢 我们说最核心的三个业务部门是 首先是销售 销售叫SD,Sales and Distribution 那么第二个就是Material Management,就是物料 采购 第三个呢就是Production Planning,生产 那么所以说最核心的这三个业务部门是销售 采购跟生产 那么再往下看呢 我们说就到了后台的辅助性的部门 这是职能部门,比如说我们的财务 那么财务里面又分一个Controlling 就是做成本核算这块Costing 那么还有一块叫Asset Management 其实主要是负责Fix Asset的管理 那么当然核心还是我们的反销售Counting 那么大家会看到在整个ERP的环境当中 虽然它是在一个总的ERP平台上 但实际上它各个模块是相对独立的 那么之前我们在讲OLTP的时候给大家讲过 那么ERP的Processing是尽可能的把各个部门的流程分开 那么但是呢我们要想把所有的数据统一起来呢 我们必须要以什么以任务为导向 那么除了财务跟业务之外呢 还有其他的辅助性部门 像Quality Control 质减 还有这个Human Resource 叫Plant Management 那么另外还有我们说的项目管理 Workflow Industry Solution 那么这些都是比较小的一些辅助性的职能 那么主要我们要看财务怎么跟业务对接 那么对接的方式呢 我们首先要把财务分成几个明细账 应付款 应收款 库存 还有工资 对吧 这几个明细账 Subledger 那么怎么样把财务跟业务对接起来呢 我们就是要把明细账跟我们的业务部门做对接 首先就是 O2C 那么O2C就是Order to Cash 这个Order指的是Purchase Order to Cash 那么第二个任务是什么 P2P 叫Purcurement 或者Purchase to Payment 那么还有一个是我们的生产 生产 直接跟库存对接 那么在这里面会涉及到一个 Supply Chain Management 那么还有一块呢 就是我们的人力资源 就是人力资源模块跟我的Payroll 这个地方 其实它是在做对接的嘛 所以我们把它叫Mine Power Management 那么这样的话 我通过四条线的 就把业务部门 三个主营业务部门 还有一个人力资源的 我们是职能部门 因为人力资源跟财务是并列的 都属于辅助性的Core Center 它是职能部门 那么所有这些信息 就从业务部门 还有人力资源的职能部门 汇总到我们的财务部门 那么然后从财务部门开始 我们执行我们的R2R Process 那么财务部门 我们把它叫Record to Report 就是最终形成三大报表 那么这个实际上只是一个内循环 其实呢 我们说在每一个模块背后 它还会产生一个外循环的一个数据源 那么在销售模块背后 我们说还有CIM 那么在Material Management里面 我们说背后还有 叫Supply Relation Management CIM是Customer Relation Management 那么对于生产 还有一个叫Supply Chain Management 也就是说 那么为了获取更多的 跟人的互动 你比如说销售要跟谁互动 跟客户 而Material采购是要跟供应商来互动 对吧 而生产的环节 我们要跟Supply Chain的 各个环节的点进行互动 那么这些数据细节 其实并不是存在ERP里面 它是存在它的什么 外循环的模块当中 当然这些外循环的模块 有可能也不是SAP的模块 它有可能是一个第三方的模块 这个都有可能 包括人力资源 我们说人力资源 它也有可能是一个 外部的Roster的模块 对吧 这个都有可能 那么有可能有些小伙伴 还比较confused 我们再把它说一遍 首先内循环的几个点是 Sales to 有什么to cash order to cash 这是一条线 还有P2P 还有supply chain management 还有就是人力资源 那么这些信息分别都进入到财务模块 财务模块再产生三大报表 那么外物模块 我们说我们可以把CIM进行外包 比如说很多公司把CIM外包到了Salesforce这个online的系统 online的系统 那么它会形成一个销售的pipeline 那么这个过程当中 从跟客户的互动 第一次接触 从产生兴趣客户 到最终与客户成交 整个这个过程都记录在销售的CIM系统里 当然你也可以把SIM或者SCM进行外包 或者用一些其他的外部循环的一些软件来完成 那么接下来我们说 Salesforce给到你的信息有可能还不够 因为我们还要去追根溯源 那么我们要从这个网络端 比如说我们可以通过谷歌分析 谷歌分析就会给我们一个细分的这些客户来自于什么地方 比如说是来自于Facebook 还是LinkedIn 还是WeChat 还是小红书等等 那这样的话 我们就会看到这条线 就是从各个不同的软件 或者是Webbase也好 是安装在企业的local server也好 那么这些就会跟我们最后financial report的销售进行联动 也就是说大家看这条线就会怎么样 去把它们连接起来 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在分析销售的时候 那我就可以细化到比如说每一个销售人员 每一次促销活动 或者是它是从手机客户端 还是从网络客户端来的 或者是它是从Facebook来的 还是LinkedIn来的 那我们就可以根据这种数据来去 怎么样 来去定义我们的营销策略 比如说我们在投放广告上 我们应该怎么去投放 我们是多投放到移动互联网上 还是传统的媒体 那么只有你把这些数据怎么样 都联系到一起 我们才可能形成一个什么 精细化的管理 所以说我们说讲财务分析 财务BP 你一定是要打破部门界限 形成精细化的管理 那我们怎么才能够把这么多分散的数据 整合起来 形成一个什么 全量全要素的数据平台 然后在这个基础上进行大数据的分析 那么我们必须回到我们的数字化生态图当中 那么我们看一下数字化生态图 那么在数字化生态图当中 我们看到所有之前我们讲过的 比如说人力资源的File也好 RoastedFile也好 什么CRM的也好 ERP的也好 财务的也好 Salesforce的也好 这些数据源它都是散落在不同的地方 那么我们必须第一步 先要把这些资源整合起来 放到我们的数据中台 那么在数据中台当中 我们说包括数据整合跟数据分析 我之前给大家分享过 财务分析财务BP的核心的战场 是在什么地方 是在数据分析这个地方 而数据整合这个工作是 由IT来完成的 我们大家小伙伴 我们不需要去做数据整合 所以说IT做的数据整合 它实际上用一个简单的话讲 它是把数据集中在一个点上 就是把来自于不同数据源的数据 集中到一个点上 然后它把它重新归类 比如说它首先相当于 把它copy paste过来之后 然后再分成财务数据 计划数据 采购数据 销售数据 人力资源数据 跟库存数据 然后我们在做分析建模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怎么样 直接的去抓取这些数据 所以我们在做财务BP分析的时候 我们要首先建立什么 数据模型 数据模型 请我们通过Power Query 去我们的数据中台 数据被整合好的数据去抓数据 那么抓完了之后 我们带到模型当中 然后再进行我们的 DAX function DEX的计算 最终形成可视化 然后把它delete 到网络平台也好 手机APP也好 最后成为跟我们的end user 做了一个presentation互动的工具 所以说呢 如果你没有大数据的分析能力 你是很难胜任财务BP这岗位的 这就为什么学习Power BI 对于我们传统的财务小伙伴 尤为的重要 只有你上升到这个高度 才能真正的去认识数据 让财务数据和业务数据做进一步的对接 感谢观看